我们买游戏是选择订阅制还是买断制 比如400块钱买了这么一张游戏盘 这张盘永远属于我 今年明年后年我一直都能玩它 就算它坏了这个尸体 它也属于我的 或者我们拿这400块钱出来 买一年的订阅制 这一年我们可以玩几百款游戏 其中还有很多大作 每一款大作都值四五百块钱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玩一年 第二年还想玩还得再交400块钱 那我们玩游戏是该选订阅制还是选买断制呢 我估计有很多同学只认买断制 不认订阅制 或者说他无法接受订阅制 虽然PS5是在今年的6月份才出现的订阅制 但是订阅制这种形式 其实很早就有了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定义成 租用游戏或者租来的游戏 今天我去了一趟CS店 本来是想给车做一个小保养 也就是五六百块钱的事 可是师傅一检查 检查出了一个安全隐患 还得加个七八百 我就拿汽车举个例子 比如花12万买辆汽车 开了12年 然后再把它卖掉 到时候也卖不了什么钱 那这12万12年平均一年一万块钱 那这个算不算租用 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称之为租用 但是这十几年是我独享的 你也可以说 我可以开15年开20年 这是你的问题 还有很多人他只开5年 甚至开3年 他就准备换车了 对于他来说 3年损失的钱 那就是他在这辆车上的租用费用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人类也是有寿命的 我举个例子 活到100岁 你买个游戏也就玩100年 在国外很多产品都是订阅制的 但是他把这个名字写成终身制 而不是永久制 这个永久就不好理解了 那怎么才算永久 但是终身是好理解的 或者说我们再回到30年前 玩的任天堂FC红白机 那时候我买了一盘卡带 花了230 但是用不了10年 FC的模拟器满大街都是了 就算是MD和超任的SFC 甚至索尼的PS 也没玩几年都有模拟器了 或者说等PS3 PS4出来 你还想玩PS1的游戏吗 都不想玩了 也就是十来年的事 虽然现在都2022年了 还是有很多人在收藏 MD FC的那些卡带 但是毕竟是一个小众群体 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大家更新一下认知 对于我来说 订阅制买断制我都能接受 我也有订阅制也有买断制 怎么合适怎么来 不管是订阅制还是买断制 都是为我所用的 并不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 对于我作词